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新闻将为您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参议院在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判决特朗普无罪 美国参议院在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判决特朗普无罪 参议院13日以57票比43票未能形成判定特朗普 弹劾指控罪名成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 特朗普因此在第二次弹劾审判中被判无罪 这也是特朗普在一年之内接受的第二次弹劾指控的审判 在表决中 参议院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7位投票支持众议院提出的弹劾指控 民主党籍参议员则全部投票支持特朗普煽动国会暴乱的罪名成立 参议院早些时候达成一项避免目击证人在审判中作证的协议 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说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猎屋的又一个阶段 没有总统经历过任何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历史性爱国而又美丽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 我会与你们分享很多东西 我期待共同继续我们惊人的旅程 为所有人实现美国的伟大 尽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投票认为特朗普无罪 但他在最终表决后在院会发言时说 特朗普为挑起当天的事件负有实际和道德上的责任 冲击这所大厦的人相信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总统的愿望和指令行事 参议院这次的弹劾审判之前进行了五天 担任检察官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在参议院表示 有凝确而有力的证据显示特朗普煽动了1月6日冲击国会的行为 特朗普的律师争辩说 特朗普在集会中的言辞受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保护 并说特朗普在审判过程中没有获得正当的法律程序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缅甸抗议升级 连续第八天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民众自发护注 虽然缅甸军政府对政变反对者发起逮捕行动 但是13日仍有数以万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 连续第八天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此前一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英国和欧盟的要求召开了缅甸特别会议 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释放所有被任命拘留的人员 并恢复民选政府 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专员纳达纳西夫 在特别会议上介绍 则政变以来 除了昂山素季和温敏之外 还有350余人被拘留 其中包括活跃人士 记者 学生和僧侣 他强调 全世界都在关注该国发生的事件 除了面临来自国际的压力 军方的行为也引发缅甸民众的抗议浪潮 持续数日的抗议活动 使该国多地的城市中心陷入瘫痪 当地公务员 医务人员 铁路职员 教室和工人等也通过罢工的形式抗议军方接管政权 其中一些人由此遭到军方的逮捕 据报道 由于坊间谣传警方计划展开新一轮的逮捕行动 缅甸民众12日晚不顾宵禁禁令 在天黑后再次上街解解 其中又一群民众 聚集在一落拔笛省首府博生的一家医院外 原因是他们听说该医院一名深受欢迎的医生 可能会被抓 他们在医院外高声迎送佛经 祈求佛主保护这个名叫丹敏徒的医生免受伤害 丹敏徒向前来声援他的团体代表说 如果我遭遇困难 我一定会向你们寻求协助 他还举起了象征抵抗 军人政变的三根手指 丹敏徒13日表示 他目前仍有人身自由 将会继续参与民间向军方政变发起的不合作运动 另外 仰光的示威者也成功绕过军方封禁Facebook的措施 号召邻里守望团体协力阻止军方可能发起的逮捕行动 仰光北部的一女店主表示 我们不知道谁会被抓走 但只要一听到风声 我们便会和左邻右舍一起出来大声敲击抗议 就算他们向我们开枪 我们也不会害怕 截至目前 虽然有城市的警察使用催泪马斯 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驱散集会 但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基本保持和平 在首都内比多一场集会上 有两人遭到警察枪击而受重伤 其中一名20岁的妇女 仍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12日在缅甸南部港口城市毛弹棉 警察向学生发射橡皮子弹 以去散镜做抗议活动 部分示威者受伤 另有9人被拘留 后来 一群示威者围攻了一个警察局 要求释放这些人员 他们也最终获释 至少在目前来看 缅甸军方似乎并没有被街头抗议 和国际压力所威慑 美国本周宣布将对缅甸军方实施制裁 并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 与缅甸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和俄罗斯 却认为对该国的批评和制裁 都是干涉内政的行为 昂山素季在近两周前 被拘留后一直没有露面 民盟官员齐托13日表示 他在内比都健康状况良好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欧盟要求中国收回对BBC的禁令 称其违反中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 欧盟13日发表声明说 北京的做法是进一步限制表达自由和限制外界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 这既违反了中国宪法 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声明还说 香港电牌也做出决定停止转播BBC的广播 这将加重对香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侵蚀 自从香港在去年实施国安法以来 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地区出现的这种侵蚀过程就一直没有停止 欧盟依然坚定承诺 要捍卫媒体自由和多元主义 同时也要保护人们在线上线下的自由表达权利 包括坚持自己意见和接受与分享信息而不受任何干扰的自由 英国虽然已经退出了欧盟 但他仍然是欧洲理智会成员 该理智会负责监督1989年签署的广播牌照协议 英国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驻华记者也对中国禁止BBC的决定表示反对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日宣布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不符合境外频道在华落地条件 决定不允许其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对其新的一年落地申请不予受理 BBC对中国当局的决定表示遗憾 BB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BBC是世界上信誉最好的国际新闻广播 它的报道覆盖全球 报道内容公平 公正 不受恐惧或偏好的影响 这个禁令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因为中国对BBC的节目一直都没有开放 只有在外国人居住的酒店和某些商业场所才可以看到BBC的电视节目 但是 美联社指出 目前中国跟西方关系紧张 人权问题 贸易问题 病毒大流异等许多热点问题导致双边关系空前紧张 正因为如此 中国对外国媒体的态度才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制裁BBC给出的理由是 这家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有关内容 严重违反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 违反新闻应当真实 公正的要求 目前还不知道中国在这次报复行动中是否会涉及哪些英国记者 去年北京已攻击中共为由去逐了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 在北京制裁BBC之前 英国通信管理局在2月4日吊销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在英国境内的落地许可 理由是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发现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广播执照错误的被新华传媒公司所持有 英国通信管理局裁定执照持有方 新华传媒对执照服务的内容没有控制能力 中国外交部呈英国通信管理局的决定 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做出的政治决定 失去英国运营台照对中国国际电牌CGTN来说是一次严重打击 这家媒体是中共进行大外宣传播自己的观点 和挑战西方媒体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工具 中共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日本东部沿海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导致大面积断电 日本东部沿海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导致大面积断电 几十人受伤 日本东部沿海地区13日晚11点过后 发生7.3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说 地震震中位于福岛县沿海地区 震源深度60公里 当地媒体说 地震至少造成20多人受伤 导致很多地区失去电力供应 但似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也没有触发海啸的警报 距离震中数百公里的首都东京的房屋和办公楼也出现晃动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盛信 在记者会上说 有大约95万个住家最初失去了电力供应 似乎主要集中在日本东北部地区 包括福岛和临近的都线地区 东京电力公司负责人表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 以及日本版企业和电厂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周边的放射层级也没有发生变化 日本福岛县3月11日就将迎来2011年大地震的十周年纪念日 那次大地震触发大规模的海啸 导致当地的核电站受到严重影响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初一祭拜亲人四花授心 武汉疫情初期死亡数据再遭质疑 2月13日 习惯在大年初一祭祀上一年去世亲人的武汉人 在全国民众看春晚 抢红包的时候 纷纷前往花市 购买祭祀用的菊花 但人们发现全市的菊花都卖断式 即使有花可以买 每朵花亦被炒至超过100元人民币 不禁让当地人质疑 去年的武汉有多惨 今年上清香要用的菊花来告诉你 武汉全市菊花卖断式 让民众质疑真实死亡人数 不少当地网民都称 以往随处可见的菊花 不到晚上11时就已经孤清 称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 武汉怎么这么多人买菊花 没想到一大早根本没有菊花卖了 今年没有买到菊花 说是武汉的大供应商都断供了 这也间接反映去年武汉的悲惨 白菊黄菊都没了 后来巡礼们买的180元的三徐花 再找人加工扎起来 算便宜了 通往当地花市的道路 也早已塞车 街上写对联的小贩 哀联比春联多 有网民称 今年特别多人买花 是因为去年武汉走了好多人 大多数桑市都按的仓促又从简 今年初来上新乡的人格外多 凌晨12点的武汉 竟堵出了晚高峰的感觉 像异常有默契 无声又虔诚的告别 据苹果日报报道 当地官媒却将民众抢菊花祭祀离世亲人 变成民众疯狂消费过年 为当局做宣传 湖北广播电视台京视频道更称 有些花店老板50小时没睡觉 一直在忙 但却没体积卖光的菊花 民众买花是寓意牛气冲天 意识去年民众无法买花布置而出现报复式消费 令当地花市异常兴旺 官媒说法引起民众不满 打算报复谁呢? 自己和自己有仇 买的都是什么花? 花买到没货 半夜干嘛不知道吗? 装饰 自己敢信吗? 中国武汉实际死亡数字至今仍是个谜 去年曾经传出当地的殡仪馆火化炉 要全日24小时不停运作 有学者以当地出售的骨盔和数量推算 实际死亡人数比官方透露的超过10倍 武汉民众今年抢购菊花的情况 让当地民众不得不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